他出身著名武术世家 从小习武 青年时期却改制从文 成为知名历史学家 学了武术而不学其他的 那将是一个文化残障 他一生致力于中华武术的文献学研究 参与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武术词典 我把真正中国古代代表了中国古代 武艺文献精华的部分 我把这碎编的 我告诉大家说 这就是武学秘籍 他倡导走出武林传说的神怪思维 也对当今武术竞技套路化的现象 感到疾受痛心 这是把套路作为竞技的唯一方式 单一的套路发展 就必然会使它舞蹈化 虚拟化 甚至玄怪化 大量的武术家变成了嘴巴石 广州火炉山下有一家舞馆 所收弟子的平均学历为硕士生 因此已学霸舞馆闻名 每逢周六上午 马明达都在这里 所以78岁高龄 他依然亲自教授 家传马士通辈舞学 这两个刺权都是虚的 虚发 这个是实的 一定要加速度 不是平均速度 不是正常速度 是加速度 明白吧 我教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 权 就是突出的 以下就是短兵 包括刀剑 长兵 那就是强和固 射剑 明天是主项 马明达所授马士通辈舞学 由其父 民国著名武术家马凤图 在传统通辈权的体系上 创新而来 融会披挂 八级 三子 戳脚 螳螂九手 等古典舞精髓 结合短兵 搏击等现代体育项目 吸取百家所长 体倡通神达化 备万贯一的 舞学理念 他就是融通 兼备 我把各式各样 不同的长处 兼而备止 以备选用 一般弹腿 是练武术的最基本的 入门的拳 头趟送步四单边 二趟十字奔脚尖 就告诉你 古今的舞业 都是从这开始的 马明达出身著名武术世家 自幼习武 青少年时期 以专业运动员的身份 参加过全国性体育 比赛 他的父亲马凤图 二叔马英图 是近代中国武术名家 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曾加入冯玉祥的队伍 为西北军量身创造 破风八刀 在抗战中 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马凤图先生 退出军阵后 定居西北 开始研究和建构 马式通北武学 在他的感染下 马明达对武术史的探言 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父亲不希望我只成为一个练武术的 武术必学 武术是家学 没有不学的理由 但因为学了武术而不学其他的 那将是一个文化残障者 1967年 马明达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后求学并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1993年调入济南大学工作 他的研究领域广泛 涉及原明清三朝 专攻中国古代史 民族史 然而他一生与武术牵绊 始终把中华武术的文献学 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参与编撰中国武术大词典 是中国近代第一部 有关武术的大型工具书 由于2015年编撰出版了 《中国古代武艺真本从编》 我在文献的海洋里来 搜寻武术文献 我迫有所得 我把真正中国古代 代表了中国古代武艺文献精华的部分 我把它催编到一块 我告诉大家说 这就是武学秘籍 我曾经很坦诚地问过金庸先生 我说您读过技巧新书吗 我您读过根于圣集吗 我您熟悉守备录吗 他哈哈一笑 他没有 他所有的武林秘籍都处于他 接触的文学思维 他是文艺创作 几十年来 马明达不断在海内外 收集购买各类武学真本 花费盛据 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书考 无书住宿考等重要学术性论文 他还主持成立了李小龙研究会 与广东武术文化研究会 我创立了广东的李小龙研究学会 我也和李小龙的家族 他的弟弟啊 他的姐姐们 都曾经有过频繁的接触 有些年轻人很好 他们很喜欢李小龙 但他们 真受他们认知的局限 他们这把李小龙看作是一个截拳道 的发明者 一个武打明星等的 我不是这样的人 他实际上在做无数文化的回顾 搞到他的怨头 实际上李小龙的想法和我一样 是恢复 复兴国术 这时候的少林寺 也曾经遭到随莫所谓山贼 对他的进攻 2004年 马明达受邀参与热播电视节目 百家讲坛 讲授千年少林 广受好评 多年来 马明达对少林寺的研究从未间断 又完成了60万字的少林编年史 他去掉了许多流传已久的旋起传说 离途呈现真实的少林历史 得到佛教界人士的支持 把那些所有虚假的十三贵僧 旧堂王 这类的故事垃圾拿掉 他很支持 我很欣赏他这个支持 很多人愿意把这个泡沫保留 泡沫带来的光彩和虚假的庞大 是他得到一种心灵的满足 但你不知道 他实际上将会是这个珍贵文化的伤害 泡沫终究会破灭 随着年龄的增长 马明达越来越感到物学传承的迫切 2018年 他与儿子马连珍开办了武馆 从说科内容到开展竞赛 庆祝了极大鲜血 这个实验就是想 他的国术者当代社会 新的历史挑战 创新性 现在有些学生 就是不管是运动 不管是学术理解 我们定时考察的 我们的考核制度很严 三年了 我在把他所有做的一切记载下 写成一本书 叫《建功武学录》 马明达在收图时坚持不读万卷书 不做通辈人 所以大多弟子文武兼备 来自各大高校的经济学 历史学中文等专业 马明达摒弃套路化的教学模式 主张实战竞技 目前推行短兵的操练和竞赛 计划下一阶段将把摔跤纳入教学时间 我们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 最缺的什么 竞赛 大量的武术家变成了嘴巴式 练练套路 靠讲讲练套路的风格 而没有去比对 到底谁高谁低 单一的套路发展 就必然会是他舞蹈化 虚拟化 甚至玄怪化 在马明达的书房中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首小诗 作为年近八旬的老人 他每天仍坚持不低于六小时的文献研究和写作 他称自己即时即日而活 一般就是一级定身术 尤其像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你想一圈都来了 你就肯定开花嘛 我们的电影里打完了脸上好好的化妆一点都不能损坏 甚至比原来更好看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